其实当年您演戏还是挺 应该说挺机缘巧合的 是吧 您原先不像他们什么电影学院呀 什么中系业毕业是吗 对 我是当年因为穷 没有饭吃 成了孤儿了 才到农村去 到农村去呢 舅舅呢在东北工作 说东北有个文艺宣传队 你去不去 要是去的话呢 就能演演戏 但是人家得挑得上你 要是挑不上你呢 那就养猪 去了不久 就挑上我了 然后呢我们当时的条件呢 没有上中系的大学这么学 就是干中学 田间 地头 浦渔队 码头 大剧院 让你上哪演 你就上哪演 那您就算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了 就是一个基层剧团的 对 可以这么说吧 文艺宣传队 文艺宣传队 就是那个时候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还可以来北京啊 当时什么都不想 而且就是安家立业在那儿 而且我们演话剧 话剧全国各地巡演 您是出生在北京吗 我是出生在北京 所以来北京您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我等于回家了 是啊 我十四岁 十四岁离开北京的 所以您对北京应该是很亲切的 普通的生活呀 记得特别的清楚 上小学 然后反正我就记得 就生活特别贫困 因为呢 我母亲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就靠着给街坊邻居看孩子 所以说呢 就每天呢 我们院子的街坊邻居上班之前呢 就把他们的剩饭剩菜 说 这么困难 老漏啊 说今天我们这饭 他们爱倒饭 我妈呢 从小教育我 粮食绝对不要糟蹭 半锅饭 姥姥要吗 我妈说要 省得做饭了 剩的菜 剩的饭 我妈给倒在一起 一咕嘟 一面咕嘟一面说 剩饭姓张 越烫越香 剩饭姓张 我就记得 我老是吃那咕嘟饭 咕嘟饭 天天上学下学 就吃这个 所以你看啊 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孙姥姥 虽然我们平时联系不多 但是我觉得她 就特别给你 一个踏实的感觉 而且为人非常仗义 有很多圈里的朋友 都给您竖大拇指 您觉得今天 谁会来到现场 想不到 那个您觉得 思青高娃老师会来吗 哎呦 那是我个好妹妹呀 是吧 她腿不舒服 对 您估计有没有 那个帅哥来呀 帅哥不喜欢我吧 帅大爷呢 哎呀 帅大爷也不喜欢我 我不浪漫 不瞒您说 这回联系的时候 好几个帅大爷想来 你不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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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师 如果杨老师 会想到今天您来吗 可能能想到 她能猜着我过来 所以我回答问题 要让人绕点弯 我觉得也许她能猜到吧 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此时此刻 三次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 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 顺利过关呢 第二三号 您想先见哪个房间的人啊 哪个好猜呀 是啊 那个 您就按顺序来 哦 行 行哈 行 那咱随便说吧 一号 一号 你是男的吗 我让你失望了 您问他你是男的吗 他说我让你失望了 那你是女的吗 姥姥 那您又浪费一个问题 那他让你失望了 肯定是女的呀 你是演员吗 很好 跟您一样 跟您一样 哦 也是演姥姥的吗 好 您也是演姥姥的吗 挺好啊 这问题 我演妈 演奶奶 哦 该第四个问题了 咱俩合作过吗 姥姥 嗯 她通过声音来回答你 能听出来吧 能 好 来 还给您个画面 您看看是谁啊 您跟孙老师合作过吗 可能吧 可能吧 她这嗓子听着有点不太像奶奶 好 画面下 太虚了 太虚了 声音你们也给变深了 您没觉得有点像高娃老师吗 你看她那嘴角的 是高娃妹妹吗 好 您是高娃妹妹吗 来 画面 我也想见她 我也想见她 您估计她是谁 演妈演奶奶的 李文玲 好 一号房间中 是不是演员李文玲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 看谁来了 答错了 掌声表情 李宇姥老师 也拍一个一半 也挺美的